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過11號了呢 在他的單人訓練中呢 他有說明到 如果11號以特定的節奏進行攻擊的話呢 是可以施放火焰的 像這個樣子 我這邊呢 右邊有滑鼠 代表我按的這個時機 他的時機呢完全沒有焦 到底是怎麼樣子才可以觸發火焰呢 這邊首先呢 他是一個三連拍之後呢 中間斷一拍 然後再打下去的第四架 是比較慢的 但他叛逆範圍其實有一段的間隔 所以不用按得太精準 但這個時機抓對 是可以不使用強化技能就刀刀烈火的方式喔 所以有這個機器在 他Solo也會非常的強大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火之呼吸的節奏 啪啪啪 啪 第四架 啪啪啪 啪 有喔 媽 卡巴 卡 媽 馬卡巴 卡 馬卡巴 卡 馬卡巴 卡 馬卡巴 巴 卡 大概用自己喜歡的四個字來數這個節奏 沒有錯 四個節奏 很好記 這個手按揮之後呢 你的手會記錄下來記憶下來 就照著這個節奏卡 你就可以實現刀刀烈火了 剩下的就讓大家好好感受一下這個火之呼吸的節奏 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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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N 到那裡可以堅持到 或是就有很適合這個 但實際上有一種 也有很難的 雖然蠻多了 好像是有差的人 雖然這個東西 也沒有 bias 還有一個人植入 escola 誰會是做的 也要害得上的 sided點, 也要是跟我們一樣 好, 燃やしましょ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